HELLO 大家好,我是雪萊 我是純也 為什麼你準備了一個焗爐? 因為今天我們教大家做一項食物 近期在日本是非常熱的 我們現在講解一下我們需要什麼材料 我們需要的材料包括芳麥 歐華田的雪米池 這個是主角 然後還有一些不同的醬料 我們今天就選了這個歐華田脆脆的醬 和這個紅豆 純也,我們現在就開始做了 咧咧,那我們第一次做什麼? 我們首先要把兩塊荒包包進焗爐 焗到金黃色 我們大概等三至四分鐘 完成了 麵包已經變成金黃色 我們快點拿下多士出來 好熱啊 好熱啊 陳雅,這個是你的 很脆膀膀,看到嗎? 因為它現在的表面,大家可以聽一下 太硬了 現在是很脆的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做下一步了 咧咧咧,那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們下一步要把這個歐華田醬和紅豆 然後呢,就塗上去多士上面 那陳雅,你想做哪一個? 嗯,歐華田 嗯,那我就做紅豆 我們就要把這些醬平均塗在麵包上面 那陳雅,我們中間要留一個洞 放一個雪米糍進去 好,今晚我們就把醬塗在麵包上 那大家可以看我這個紅豆的醬 那我中間就留一個洞 是放雪米糍的 那陳雅呢,就是這個歐華田醬 那好了,那我們就要把我們的主角這個雪米糍放進去 嗯 陳雅,你有沒有吃過這個雪米糍? 沒有啊 那我就吃過日本的雪劍大福 那個就超好吃 但是呢,我們就見不到那個雪劍大福 所以我們最後就買了這個香港牌子的雪米糍 那陳雅,我們就可以放進去 那我就把它刺爛了 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就放在中間 我們現在就把它放到焗爐裡面 嗯 那我們這次就把它焗到雪糕半溶的狀態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焗了 好,今晚快就做好了 嗯,很香啊陳雅 那雪糕就融了一半了,非常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 陳雅,我們事不宜遲 你踢回來它了,好 好 哇,很漂亮啊,現在這個 嗯 那好了,那我們就切開了一半了 那陳雅,我們馬上試吃吧 嗯 好吃啊陳雅 嗯 嗯 嗯 那大家可以看看 它這個雪糕是融了一半 好像也說不出話 嗯 而且因為這個雪糕呢 是融華甜味的 所以陳雅應該是非常配 因為它是融了融華甜醬 加融華甜的雪糕 好 今天阿范我們就試吃完了 那陳雅,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它很好吃 它的麵包是脆的 和熱的 那你那個雪米池呢 它的外平 因為原本是麵粉 就會很圓 好像麻糬 裡面就是雪糕 很甜的 那我覺得這個有點像心太炎的味道 有點像心太炎 而且我建議大家不要太久 因為呢 少了一點就焦了 就沒有那個融華甜的味道 不過都是好吃的 那因為我這個呢 就跟同一個不同 那我呢 就是用了這個紅豆 那這個紅豆醬呢 就不太甜了 就令到呢 就不會蓋了那個融華甜的雪糕的甜味 那所以呢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我這個呢 都挺好吃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個呢 那因為呢 我在這個日本的 Yukimi Daifu 那個雪見蛋福的網頁那裡 就看到它們有很多不同的種類的做法 那例如呢 它們會放一個雪米池在上面 下面就放一片芝士的 或者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類型 例如是放一些水果 或者是做一些抹茶味 巧克力味 那所以我們呢 就想試一下做這個 那這個甜品的材料呢 就非常簡單 那只要三樣東西就可以做到 所以呢 我都很推介大家去做這個 好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呢 就記得like和comment 還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那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bye